关注美国的通膨再创下了40年来的新高 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民调不满意度飙升 跟民生生活百物物价飞涨有关 他的不满意度高达将近六成 经济的市政满意度只剩下三成多 今年一月份比过去一整年飙升了通膨7.5% 再写下40年来最高 让美股三大指数全面走跌 下个星期一2月14号是夕阳情人节 因为通膨物流供应链各种问题 在美国今年青年节前夕花价翻倍 你荷包里的钱是否越来越不值钱了 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蓬蓬达7.5%再创40年新高 不仅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7.3% 攀绳速度更是自1982年以来最快 美国人民对通膨确实很有感 因为这一年来什么都涨 油价上涨40% 食品杂货7.4% 二手车40.5% 电费10.7% 根据穆迪分析 蓬蓬让每户家庭平均每个月得多花250美元 相当台币7000块钱 就连即将到来的情人节 不论是买花还是卖花的都受到冲击 当同膨再加上物流供应链问题 消费者荷包肯定要再深一点 洛杉矶市中心的花店老板说 今年批发价格比去年翻倍 但他的顾客依然买单 根据美国全国零售联盟 今年情人节消费者支出 估计将达239亿美元 相当台币6600多亿 其中花是第三受欢迎的礼物 占37% 卡片40%排名第二 糖果则以56%拔得头筹 有了耶旦节缺货的经验 不少巧克力店已经超前部署 确保情人节供货不受供应链影响 情人节要过 日常生活更要过 美国消费者最在乎的油价 本周占上七年新高 摩根大通更预估 一旦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升高 影响俄罗斯原油出口 油价可能冲上120美元一桶 目前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 每桶约90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拍胸脯挂保证 会尽全力应对通膨 但经济问题已成为他内政最大考验 根据CN最新民调 每十个美国人就有六人不满意 拜登执政 支持度只剩下41% 其中经济施政满意度 更从12月的45%掉到37% 拜登执政一年 高达57%的民众认为失败 仅41%认为算得上成功 通膨显然将成为民主党拜登政府的政治致命伤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诺就说 如果你没有加薪8%以上 就等于民主党给你减薪 通膨率之高 让市场开始揣测 下个月美国联准会是否将一口气升息两码 10号美国股市立刻应声下跌 道琼工业指数大跌526.47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也下挫2%上下 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布勒德更表示 40年的高通膨让他转向鹰派 甚至希望在7月1号前升息足足一个百分点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认为 联准会第一次升息 动作不会那么猛 很多专家预期 今年将至少升息一码七次 TV新闻综合报道